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翻唱《弯》播放飙升破8.9亿,彻底暴露了周深在歌坛的江湖地位,完全秒杀王妃。 网友直言不准超越。 今天和大家聊的内容就是周深翻唱新歌《弯》飙升破8.9亿,彻底暴露了周深在歌坛的江湖地位。 相信大家都听过周深的歌吧,他有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出色的演唱实力,神受大家喜爱。 周深这次翻唱《弯》让这首歌重新在大众的视线中得到关注。 之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存在,但是在周深的演唱下这首歌完全展现出了他的魅力。 动听的旋律和温柔的歌词让人不禁沉醉其中,多听几遍都不过瘾。 周深凭借着百变的嗓音和深情的歌唱方式成为了众多歌迷心中的偶像,更是在音乐圈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获得过无数荣誉和奖项,而他对歌曲的理解和表达,更是让王妃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音乐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但是周深的歌声和他对音乐的热爱,始终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和魅力。 相信他在未来的音乐旅程中会带给我们更多动人的旋律和感动的歌词。 说到周深,这几年发展迅速,实力和观众源都有一名专业歌手。 网友戏称,他是专业修音响的现场歌手,可见他的现场演唱水平有多高。 一首《王妃的弯》,即使王妃本人来到现场也不一定唱得比周深更稳了。 他空灵的音色配上稳定的气息,感情充沛,让现场的观众如痴如醉。 一身白西装的周深像一个踏歌而来的白马王子,用充满感情的声音给观众带来了一场绝美的视听。 这种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也是发挥了音乐圈劳模的本色。 晚会后被一种大V和网友好评,纷纷表示周深给《内宇》找回了一半排面了。 实话说,周深作为一个出道几年的歌手,在这么重大的场合,那么多专业的前辈面前, 演唱天后王妃的歌真的是很有勇气了,一个发挥不好也是落得众人潮的结果。 之后周深接受采访表示,去香港唱歌有一种在自己家里四处逛逛的感觉, 认为唱粤语歌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不得不说性格可爱的他,只要出现就总能够带给观众安全感。 湾群运会香港趋势落幕了,但是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内宇和港渔从业人员的巨大差异化对比不禁引起人们的反思。 内宇天花瓶为什么中看不中用,还能年赚千万。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被人按在地下摩擦的现状? 有粉丝支持,就能一直在自己的世界里穿上皇帝的新衣装模作样吗? 什么时候能不被流量裹挟请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内宇唱将上台唱歌呢? 华语歌坛的神轰然落幕。 如果华晨宇代表的是内宇歌坛的神, 那这个神也真的是太弱爆了。 一场不带修音的现场直播就扒下了这个顶流的华丽外衣。 华晨宇在第一个单元作为一名开场的嘉宾是有些特殊的地位的。 内宇华语流量的代表,可惜一首《大地不见》原唱的半分意境, 反而放大了自身的缺点。 音色单薄,气息微弱,全程跑掉被一同演唱的港圈歌手吊打。 这位顶流平时引以为傲的高音似乎没了可发挥之地, 他那些听不懂的奇怪音调, 放进正常有故事感的歌曲中总是十分违和。 尽管他当天在湾区音乐会上没有奇装异服, 网友吐槽,他回了一首经典的《大地》。 从直播的现场来看,他没有任何的技巧, 在跨音区气息顶不上去唱出来的歌词像一辆拖拉机。 只有喧闹,没有半分耳朵的听觉享受, 全程没有投入感情,好像在贝克文。 连不懂音乐的直播观众都评价他唱得真难听, 更别提现场,反观同唱的另一位歌手感情充沛, 音色浑厚,在各个音语都游刃有余。 总之这个开场有点跌粉,连打的有点疼了。 被捧得太高就会摔得越疼。 华晨宇一直在自己的圈子里被粉丝吹得太飘, 早已忘了自己的实力有几何。 当晚这位粉丝口中的神就收到了各音乐圈网络大V的亲切问候, 纷纷质疑其唱功。 不过话说回来,华晨宇的成名之路一直伴随着各种声音, 一半人把他夸上了天上, 认为他是华语圈年轻一代的神未来的光。 另一半人觉得他只会一一压压,没有水准,是个假身。 别说和港圈老牌一人比了, 连年轻一代都没有比过,还差了一大截。 如果说华晨宇的现场翻车不让人稀奇, 但另一位歌手,几乎代表了内娱华语圈一级唱功的谭威威, 也同样翻车了,让人意想不到。 华晨宇翻车的是唱功, 谭威威翻车的就是音乐的审美。 周华晨的《刀剑如梦》是一首江湖气息很浓的歌曲, 无论是词文还是情曲让人朗朗上考, 是华晨歌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谭威威遇上这首歌原本是很让人期待的, 她音域宽广,音色有力和这首歌还是很适配的。 现在只能说是我们想多了, 唱功好不等于唱得好听, 这么一首跟着旋律就能引起大合唱的歌, 编曲全改是很危险的。 改编后的歌曲充满了故意婉转的别扭, 再也没有了那种肆意潇洒江湖的气概。 从之前的综艺节目到这次的音乐来看, 它好像陷入了一种怪圈, 大部分的歌曲都会加入明月和摇鬼元素。 有的歌曲适合, 比如那首《华晨老江》很有意境, 但有的歌曲不适合, 比如《刀剑如梦》。 作为内地知名的实力唱将这次的发挥让内地观众失望了, 也许是想把更多的心意融入歌曲, 但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没有了江湖和侠气之气的刀剑, 网友根本表示不想听。 网络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 他们为止能够出面道歉。 有网友呐喊, 咱内宇歌手能好好唱歌吧, 别总想着改编, 放过我们的耳朵吧, 我们就只是想多听听好听的歌。 内宇唱功牌面南正, 当晚倒数第二个出场的人是内宇爱豆顶流肖战, 一首潇洒走一回, 唱的也是叫人尴尬, 但是居然还有个肖战真唱的词条火了。 可能在不久的未来, 演唱会真唱也能够作为表现唱功的重要一环, 这可能就是来自顶流的实力, 这个实力不是唱歌的实力, 而是自家粉丝的吹捧和买热搜的能力。 不过真唱总比假唱好, 起码有全开麦的勇气, 这一点网传王一博无名主题曲是假唱对口星。 网友表示很失望, 要把这部电影放进黑名单, 如果真的是假唱, 那这次是有点不够看了。 好在内宇不是真的无一人能打, 毕竟我们还有周深, 阿云嘎,刘希君等专业实力歌手。 内宇的从业者明星们, 能多学学港圈老牌艺人们, 保持敬畏工作和职业的心态, 为喜欢他们的观众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